刚才我们提到生怀六甲 来 我先要问各位 因为这个牵涉到一个故事 来 唐朝的开国皇帝 请问是谁 李渊 答对了 不错 很厉害 唐朝的开国皇帝叫李渊 他原本是前一个朝代叫隋朝 对不对 他原先是隋朝的大臣 结果后来那个隋阳帝 我们都知道隋阳帝是比较 浩大喜功暴虐无道德 然后他后来下江南的时候 这个李渊 他就在太原起义 然后后来建立了唐朝 建立了唐朝来 那个什么 建立了唐朝之后 他第一个年号叫做武德 他第一个年号叫武德 结果到了武德七年的时候 他身旁有一个天文官 叫做复义 复义就很紧张的跑过来跟李渊说 皇上不好了 我昨天仰观天象的时候 发现六甲初心 出了一颗心 各位刚才看到那个六甲那边 几乎看起来都没什么信心 突然有亮一颗心亮起来了 复义很紧张来跟皇上讲 皇上就说 那请问六甲初心代表什么意思呢 他说六甲初心必有皇气 等一下 我当皇上那么多年了 在刚刚开始的时候 给我呈现六甲初心 我现在到了第七年了 才跟我讲说有皇气 然后呢 复义就跟他说 因为要推翻唐朝的人 现在出生了 如果你是李渊 你是皇帝 你想怎么做 你们会想怎么做 如果 那这不用举手回答 你们自己想 如果你是皇帝的话 你听到有一个天文官跟你讲说 那个什么 要推翻唐朝的人 现在出生了 请问你们会做何干 你们会想要怎么 接下来下一步打算怎么做 都没人要回答 都不是当皇帝的命啊 你们会想怎么做 是不是想杀人 想杀谁 之前我在其他地方讲 我就有人说 我问问说 那个有人就说想杀人 我就说那想杀谁 杀了天文官 天文官给你报这个信 你还杀了天文官 然后也有人说 杀了那个什么 杀了怀孕的妇女 那如果你去杀怀孕的妇女 代表你真的不适合做皇帝 因为你没听清楚啊 刚才天文官跟你讲说 要推翻唐朝的人 现在出生了 出生了 所以要杀谁 新生儿 但是对新生儿要杀哪个 杀男生女生 还是全部都杀 通常都杀男生 对不对 OK 这时候 这个李渊就派很多的武将 到全国各地 把武德七年出生的小男生 全部杀掉 这派出去的 都有你们熟知的人物 什么秦淑宝 玉池公 陈咬金 都出去杀 没办法 这个皇命难为 结果呢 杀完了之后 回来武将就跟这个李渊 报告说 我们都已经杀完了 可是李渊还不放心 他就叫这个傅义 你再去帮我看看 六甲那边那颗心还在不在 你们觉得还在吗 一定还在 所以才有后续的故事 结果呢 这个傅义看 真的还在 怎么办 要不要讲啊 我不敢讲 因为我讲了之后 我只是讲六甲初心 必有皇气 就害武德七年出生的小男生 都被杀了 我不敢讲 所以他后来 还是对皇上讲说 天机不可泄露 只敢讲这样 天机不可泄露 结果 那个心 还在吗 那各位知道 那个人是谁吗 这个大家都知道 不好意思 就不加分了 答对了 就是武则天 武则天 就是武德七年出生的 OK 那各位知道 武则天后来 把他的儿子拉下来之后 好 加分机会 成立什么朝代 你比较快 武周 答对了 就是周朝 OK 我都看 举比较快的来回答 就成立了周朝 然后呢 当然后来 等到他比较年长的时候 就是比较 体力比较不行的时候 其他的 他会 等一下 武则天到底算是 算是一个好皇帝 还是算一个不好的皇帝 其实 有人说 因为他后来 中间有七年的时间 全国是不用付税的 这个政策就对所有人 也是非常好 你想想看 如果你们的父母 不用缴税的时候 有七年不用缴税 这代表什么意义 代表国家目前是有钱的 不需要再收税 所以在他的管理之下 才能够 还是非常有钱 OK 所以要注意 然后呢 但是他因为 对自己的 对自己的 部下是比较 严苛 严苛一点 所以后来到最后 有一些文官武将 就这样子 就是有点反叛他 就是 等于说 后来就起 等于说就是起 要把他推翻掉 所以他到晚年的时候 他自己在让位给他的儿子 让位给自己的儿子 再回去当皇帝 所以 这个唐朝又回来了 OK 好 刚才有跟各位讲过说 北斗七星 中国人不喜欢看 因为北斗七星 在中国的 中国人的眼中认为是 北斗七星是张冠 死亡 所以中国人 不喜欢看北斗七星 反而喜欢看 掌管寿命的 南斗六星 OK 各位知道南斗六星在哪里吗 刚才就是我刚才不是有一个考题 就在问南斗六星 位在什么 哪个星座 对不对 来我先问一下 那个射手座的请局授 在班上是射手座的 要不要举手一下 一位 只有一位而已 你可以举高一点吗 来大家看一下他好不好 正好坐在班上正中间 为什么要看他呢 好谢谢 请你放下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今天晚上看不到射手座 我说北斗七星 南斗六星 有南斗六星 就位在射手座 中国人说 多看南斗六星 可以延年益寿 但是因为我们今天晚上看不到射手座 所以我们看人 看人 这算是不定可以获得几秒钟的寿命 好不好 OK 多看他 OK 南斗六星就位在射手座 那刚才讲过说 南斗六星掌管寿命 北斗七星掌管死亡 其实出自于一本 你们都看过的书 什么说 叫做三国演义 你们看过的三国演义 有印象当中提到 南斗六星掌管寿命 北斗七星掌管死亡的故事吗 应该是没有吧 因为你们大多数看的都是白话文 有机会你们去看文言文 但不是很难 真的你去看 你会看得懂 OK 第六十九回就提到了这个故事 我刚才讲南斗六星 南斗六星也像一个勺子一样 只是它是六颗星而已 北斗七星是七颗星 OK 好 好来 六十九回 它的标题叫做补舟义管什么之机 来考各位那个发音一下 这个字怎么念 举手回答 有加分 这个字怎么念 补舟义管什么之机 讨汉贼如臣使节 你最快 路 路 答对了 诶 不错 之前很多人赶快答 诶 念个 念那个什么 念落 很多 很多音都有 有人还是扭边念边 念车 不是哦 这个字念路 哦 管路这个人在三国演义当中 他文言文 哎 你们把你们看那个电影拍的啦 或者是三国的电视剧啦 大陆拍的三国电视剧都不会讲到这个人 因为 他的出现没有影响三国的运势 所以在白话或者电视剧都把它抽掉了 我觉得有点可惜 反而文言文里面有提到这个人 管路的能力哦 他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也可以用周 用那个易经 帮人家算命 而且算得非常的准 话说这个管路呢 有一天他走在田野之间 看到一个年轻人在跟田 他就默默的看着他说 请问少年贵姓大名 今年贵庚 就是问他说 哎 对不起 我稍微翻成白话了 因为毕竟 呃 有些 我们在座有些人 对文言文不是那么熟 虽然这个文言文已经很简单了 那但是我们班上还有 我们说还有日本人 还有 还有印尼的同学 那我还是稍微翻成 稍微白话一点 管路就看到这个年轻人说 请问 那个什么 年轻人 你叫什么名字 今年几岁 然后 那个年轻人就说 啊 我叫赵岩 今年十九岁 敢问先生为谁 这先生你是谁啊 那管路就跟他讲说 我叫管路 我看你的眼眉间 有死期 三日内必死 哎 可惜长得那么貌眉 没有寿命 结果这个年轻人就想说 莫名其妙 我这边跟田跟得好好的 你又 我也不认识你 你就过来说我只有 那个三日内必死 我没有心情坐下去了 他就回去 回去之后 他就跟他爸爸讲起这件事情 然后他就说 这个莫名其妙 我在跟田跟得好好 有一个叫做什么管路的 他来说我三日内必死 哦 他不好好管他的马路来管我干什么 对不起 这句是我自己讲的 然后呢 他爸爸听到了管路这个名字之后 哇 二话不说 赶快拉着他儿子冲出去 追上了管路之后 两个人就跪下来 一直拜 一直拜 然后就一直去 那个爸爸就赶快求管路 哦 你你你你既然能够顺出我儿子三日内必死 你一定有解救的办法吧 然后管路呢 听到就 此为天机 不可违也 违背的违 这是天机 你没办法违背 你们就认命吧 结果这爸爸还是不死心啊 一直跪着 我就只有这么一个儿子啊 如果他死了 我也活不下去了 请你救救我们父子俩吧 结果这管路觉得 这对父子好可怜啊 我一定要帮帮他 他就跟这个赵岩讲说 请你明天准备酒跟鹿肉 然后你往南山的方向走去 你会看到两个老人在下棋 你什么话都不用讲 你就把这个酒跟鹿肉 献上 这两位老人自然会帮你改寿命 果然呢 隔天这个赵岩就带着酒跟鹿肉 往南山的方向走去 走走走走 就看到两个老人在下棋 而且下得非常的入眠 坐在南边呢 是全身红色衣服 面貌慈祥 坐在北边呢 全身白色衣服 面貌凶恶 两个老人下棋 下得非常入眠 赵岩已经走到了桌边了 两个老人还没有注意到 好好继续下他们的棋 这时候赵岩就把这个酒跟鹿肉 从桌边慢慢的松进去 就两个老人下棋 下棋 有酒耶 有肉耶 来来来 吃肉啊 喝酒啊 就把这个酒跟肉给吃掉了 吃完了之后两个老人继续下棋 因为他们都以为是对方带来的 所以吃完了之后两个人继续下棋 下棋 结果这赵岩恶话不说 就赶快跪下来 就一直拜 一直拜 结果呢 这边下棋下棋 坐在北边老人 突然眼睛就突然看到 怎么有人在跪拜了 然后 看到他 就指着他妈 死必管子所言 这一定是管部教你的 对不对 然后呢 坐在南边的老人 比较慈笑 哎 我们既用人之私 必当廉知 我们已经用了人家的好处了 吃了人家的东西了 我们一定要帮人家做一点事情嘛 然后呢 就是我们要可怜可怜他 帮他做一点事情嘛 必当廉知 可怜他嘛 结果呢 坐在北边的老人 心不甘情不愿 从衣服里面抽出一本书 翻一翻 你叫赵岩 今年十九岁 不是阿拉伯数字哦 是我们中文字的十九 今年十九岁 李当该死 好吧 我们就在你的十九的上方 再加上一个九 但是加那个九 不是北边的老人 他把这本书交给南方的老人 南方的老人 从他的衣服里面抽出一支笔 就在上面写了一个九 写完之后呢 就跟这个赵岩讲说 你回去跟管路说 以后不要再随便泄露天机 否则必遭恨祸 然后呢 后来两个老人就 化成两只白鹤就飞走了 就这个赵岩一看 人怎么会变成白鹤飞走 吓得一赶快跑回家 跑回家就跟管路说起这件事情 管路就跟他讲说 坐在南边 穿红色衣服 面貌慈祥的 就是南斗老人 坐在北边 穿全身白色衣服 面貌凶恶的 就是北斗老人 所以他后来讲了八个字 南斗住生 北斗住死 这个住 古字是三年水 住阴的住 OK 南斗住 所以这个在 三国演义有出现的这些事情 我讲的这些都是三国演义里面的 所以各位有兴趣去把文言文抽出来看 为什么 三国演义 中间居然讲到这个东西 这跟曹操有关系 有兴趣各位从六十八回慢慢看看 看到六十九回 甚至到七十回 他都有讲管路的一些事情 有兴趣各位看一下 好 讲到这 我先来讲一下 南斗跟北斗 是天上的星座 自古 自古 很多人会喜欢把他们拿来做 算命 觉得能够跟天上配合的话 哦 那个风水啊 运势就会比较好 好 像各位都知道 明朝的开国皇帝 我不用问哥 我不用加分 明朝开国皇帝 大家应该知道是谁吧 朱元璋 对不对 朱元璋 现在就要加分了 朱元璋身边有一个谋臣 很会算命的谋臣 是谁 刘伯温 好 刘伯温 不错 很快 或者叫刘姬 刘伯温 很会算命 今天这个朱元璋 他成立了明朝之后 他就交代刘伯温 在他建都的地方 要建一个紫金城 来 先问一下 朱元璋建都哪里 又要来问 你也知道 南京 南京 哎 不错哦 很厉害 你是很喜欢历史吗 以前读过历史系 哦 以前读过历史系 哎呦 哦 好特别 不错哦 建都南京 哦 当时在那边建了一个紫金城 有机会各位去南京看 那个紫金城看不到 已经毁掉了 OK 其实我也有去过大陆一次 那时候有去南京 然后建了一个紫金城 这个紫金城 在刘伯温的设计之下 紫金城的周围的城门 总共有十三个城门 他就上映天象 南斗六星 北斗七星 所以加起来是十三个门 那你可能会讲 老师十三不是不吉利吗 诶 十三不吉利那是国外 那个什么 他是因为那个什么 圣经 圣经的那个什么 那个 第十三个 那个 那个耶稣的第十三个弟子 还是什么 这件事情 所以十三是国外不吉利 中国没有说十三不吉利 OK 所以 可能您会觉得说 老师那是古代才会用这种 来当风水 但是台湾 有两个地方的地名 是用南斗六星跟北斗七星为名的 你们猜猜看 在哪里 讲到一个地方 我们就加两分 你要跟我讲是在哪个县市 来 哪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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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斗六 斗六 很好 在哪个县市 斗六在哪个县市 好 云林的斗六镇 不错 把最难的已经答对了 因为 南斗六星 斗六镇 云林的斗六镇 就是以南斗六星为名 以北斗七星为名的在哪里 来 张化的北斗镇 张化的北斗镇 不错 很好 这个最简单的 但是有时候最简单 很多人打不出来 甚至有人在那边想老半天 有人就说 斗七 没有这个地方 那甚至有 你知道 有人在回答 北斗七 有人就想说 那是不是叫北七 OK 没有 但是真的 我们台湾有个地方叫 市镇北七路 有吧 你知道在哪里吗 台中 这个 抱歉 都没有让你回答 OK 好 没关系 慢慢来 有机会 好 刚才讲说 斗六镇 云林的斗六镇 跟 张化的北斗镇 你们知道是哪一个先成立吗 先有这个地名的吗 斗六镇先有 因为 为什么呢 斗六镇他认为 你们有兴趣去看他们的官网 斗六镇 镇公所的官网上面都写明 斗六镇认为他的地理位置 就位在南斗六星的镇下方 所以他很早就把他的名字取名叫斗六镇 但是在北边的张化 北斗镇 他以前不叫北斗镇 来请问古名叫什么 来 你们讲快 宝斗 不错 不错 挤得很快 宝贝的宝 宝斗镇 他的旧名叫宝斗 然后 为什么后来要改名呢 他因为看到他的南边的云林的斗六镇 是以上印天象为名 所以他也想要能够配合 北边有北斗 南边有南斗 他也要配合天象 所以他就把他的 因为我的张化 北斗 宝斗镇 位在你们云林的 斗六镇的上方 所以他后来才把他的名字改名 叫做宝斗镇 OK 讲到这 各位还要听故事吗 还要听吗 都没反应了 那我就不要讲故事 我的句话 好吧 再讲一个故事吧 来 这个故事 等一下 这边我再补充说明 我们这个 管禄这个故事 不是只有在三国隐移之线 晋朝有一个搜神记 里面也记载了这个故事 但是人民有点出入 管禄跟延朝 这个延朝 这个年轻人的名字 那我再来考各位一个 请问搜神记 苏神记的作者是谁 总算有答题机会 来 甘宝 答对了 甘宝 OK 不错 OK 我发觉我们班上的 有些人的历史 或者是 有些 这应该都算历史上面 有提过的东西 不错 叫做书神记的作者 叫甘宝 好 来 再讲另外一个故事 包裤为什么脸黑 狄青为什么脸白 OK OK 大家应该都认识包裤吧 包裤长什么样 黑碳脸 然后额头有个月亮 那身材呢 胖胖的 你今天讲包裤 包裤到时候听得不爽 从地底下进到你的梦中 OK 请你要修饰一下 好吧 圆润 男生被形容圆润不是也是 嘿 壮硕 各位要懂得用词嘛 包裤长得很壮硕 请问包裤是文官还是武将啊 他是文官对不对 他判案的文官 那狄青是谁啊 狄青是武将 狄青是武将 但是各位不要把那个 那个什么 那个汉朝的魏清 混淆咯 狄青跟包裤都是 同一个朝代的人 来 哪个朝代请确切说出来 北宋 北宋答对了 很好 如果打错了 包裤就很北宋 OK 所以 他们两个都是同朝代的人 都是北宋时代的人 然后呢 这个故事 我先跟各位讲 这个故事我没有找到典故 但是呢 在包裤的出生地那边 都有流传这个故事 包裤出生地在哪里 有没有人知道 包裤出生在哪 跟他的身材有点相关 和菲斯在哪个 在哪个省 我当然知道和菲斯在中国 广州 来 有没有人要打 来 给你 盧州省 盧州省 有盧州省这个省吗 没有 来 安徽省 对 安徽省 好啦 OK 你们两个都给你们加分 都各加两分 安徽省的合肥 是包裤出生地 开封是他办公的地方 不要忘记了 在这个安徽合肥 有个包裤词 那附近一带都流传 等一下我要讲的故事 刚才说包裤跟狄青 都是北宋时代的人 狄青是武将 包裤是文官 可是在历史里面 狄青各位在历史书上 好像很少看到 但是如果你认识这个人 代表你看歌仔戏 歌仔戏反而有提到这个人 在历史里面描述说 狄青他虽然常年 征战沙场 可是他却长得白白净净 瘦瘦弱弱 很像文若书生一样 为什么这两个差别那么大 一个是文官 却长得很壮硕 黑炭脸很吓人 另外一个 征战沙场的武将 却长得瘦瘦弱弱 像小白脸一样 为什么有这样的事情 话说 北宋末年 他们两个就是在北宋末年的时候 朝代只要到末年 就是这个朝代已经快要灭亡了 为什么朝代快要灭亡呢 就是人民的生活也很痛苦 常常都 那个作物都欠收 OK 所以呢 人民生活的疾苦 传到了天庭 被玉皇大帝知道了 玉皇大帝就觉得说 现在北宋的人民好可怜 我想要派一个神仙 下凡去拯救苍生 当时他想到一个神仙 想到谁 赤脚大仙 可是赤脚大仙 在神仙的地位还算蛮高的 玉皇大帝要去 叫他下去 那个什么拯救苍生 还要去跟他商量 结果玉皇大帝就去跟赤脚商量 赤脚啊 我想跟你商量一下 你可不可以下凡去拯救 现在宋朝的人民 赤脚大仙一听到就说 我不要 我在神仙见过的多么快 我干嘛去人间受苦受难 我不要 这玉皇大帝就知道 拜托啦 如果你愿意下去的话 我派文曲心跟武曲心 下去帮助你 这样总可以了吧 结果这个赤脚大仙 听到了之后 好啦 心不甘情不愿 就去投胎 投胎之后 就是宋朝很有名的皇帝 叫做宋仁宗 有听过吗 宋仁宗 有御驾清真吗 宋仁宗 然后宋仁宗呢 他才刚出生嘛 小baby刚出生 左看右看 就一直在那边哭 为什么 你这个玉皇大帝你骗我啊 你骗我下来 你说你要把派文曲心 武曲心来帮助我 人在哪里啊 你这骗子啊 就这个哭声传到玉皇大帝 玉皇大帝听到烦死了 哦才刚刚去投胎 这边吹赛道士的 好好好 文曲心 武曲心赶快 下去投胎吧 文曲心跟武曲心的官位 没有像赤脚大兴那么高 他要去投胎的时候 他必须遵照 南斗住生 北斗住死的程序 也就是呢 人出生了 要去找南斗老人报道 死了之后 要去找北斗老人报道 诶 死了去找北斗老人 不知道住记一下 你要回来天庭了嘛 对不对 那出生为什么 要去找南斗老人呢 因为南斗老人 身旁有一个乾坤袋 里面放了很多的脸谱 也就是面具 你今天去跟他报道的时候 他会给你一个面具 带上投胎 就是各位现在的长相 这样了解了 OK 结果呢 文曲跟武曲呢 跑去跟这个 那个南斗老人报道的时候 好巧不巧 他们两个又在下棋 这个棋如果不下完 什么事情他都不想管 结果这南斗 那个文曲跟武曲 就站在旁边等等 还没下完 这个文曲等不及了 文曲就在想说 这个玉皇大帝派我下去 要去帮这个赤脚大仙 拯救北宋的人民呢 我怎么可以浪费时间 在你们这个下棋的身上呢 等不及了 就从他的乾坤袋 拿了个面具戴上 就去投胎了 武曲比较有耐心 他等待等待等待了之后 等到他们下完之后 他就跟南斗老人说 玉皇大帝派我下去当武将的 请你给我一个武将的脸谱 结果呢 这个南斗老人就从他的乾坤袋 老老老老老老老 对不起 没有武将的脸谱 只剩下一个文官的 你就将就用了 所以 武曲就带着文官的脸谱 下去投胎了 是谁 武曲投胎就是第一期 文曲投胎就是包公 所以各位有机会看那个包公传 里面常常会讲说 包公是文曲新转世 有没有 各位有兴趣去看一下 然后呢 我在